鸡腩骨 虾骨骨骨骨生意 儿子叫我做串烧 我去街市买了新鲜牛柳 牛肉当主推介牛柳边 128元1斤 半斤 并很薄 用沙爹酱去腌 做一个沙爹串烧牛柳 牛肉洗净 用厨房纸抹干水 切成粒粒 切成小方块 1汤匙沙爹酱 1茶匙豉油 1茶匙糖 1汤匙绍酒 拌匀 放入鱼肉 1汤匙 1汤匙 2汤匙 1汤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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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汤匙 1汤匙 1汤匙淀粉 1汤匙淀粉 1汤匙油 雪櫃 腌半小时 牛肉腌半小时 牛柳已经串好了 不要把它塞到一起 牛柳和牛柳之间有少少粒位 扫少少油到煎烤烤盘 热后放牛柳 蒸烤热的全度很快 不需要太大火 中小火就可以了 加少许水 盖盖盖 煎烤2分钟 煎烤了2分钟 反一下 煎得很漂亮 再加少许水 煎烤多2分钟 煎多了2分钟 看看如何 煎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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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少许炒过的芝麻 加少许炒过的芝麻